这种东西端上饭桌你敢吃吗 未来世界猪肉太贵了 科学家们经过不断的研究 很快培育出了猪肉的平体 江湖俗称 肉柳子 它们不仅有雌雄之分 生长速度也是极快 并且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 单单给它喂水 它就能顺利长到八十斤 三个月就能发育完全 这下在严重的饥荒 人类也不愁食物了 可就在科学家们召开发布会时 意外却发生了 原本温顺的肉柳子 竟然露出了獠牙 它们开始互相攻击 场面一度十分血腥 围观的群众纷纷被吓得逃离 等到时候 投资人们认为这玩意儿风险太大了 还是养猪来的实在 于是纷纷宣布撤资 本次实验的负责人老白 也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原来就在发布会前夕 一只肉柳子赚别了自己的性命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 它们就在发布会现场受信大法 才开始了互相攻击 女友小美则认为 正是因为混杂了太多的动物基因 没有一种基因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只要混入点人类基因不就懂 这可太行了吧 老白还没来得及组织 新合成的胚胎却已经有了生命迹象 这时小美开始洗脑老白 如果新物种研究成功了 就可以提取利用它们的组织器官了 这是造福百姓的伟大工程了 一顿忽悠还真把老白忽悠过了 混种人的发育速度极快 仅仅几天时间 她就要出生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小美主动担起了铲破意志 可是刚把手伸进去 整只手臂仿佛被吸附一半 怎么也拔不出来 危急情况之下 老白只好砸碎了整个培育箱 小美才得以顺利的脱身 在看手臂时 却已经千疮百孔了 看着一旁长着尾巴的怪物 两人都以为实验失败了 就在这时 一变突生了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只混种人 老白把它关入无菌仓 准备第二天进行解剖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却发现仓只剩下了一副去乔 混种人已经不知所疯了 就在这时 一个罐子掉在了地上 等到小美回头 却发现混种人已经又进化了 她跟职业猴子一般 在实验室里上蹿下跳 小美一看 这都快拆架了 赶忙打开了阀门 释放了麻醉气体 不一会儿 她就陷入了婚礼 他们趁机取了一些样本打算研究 却不曾想到的是 混种人的细胞增长速度 竟是人类的一千倍 这也就意味着不出几天时间 混种人就会步入成年期 没过多久 混种人已经长出了手臂 她的心智开始萌发 不仅听得懂人类讲话 还能进行简单的拼写 可是只包不住火 很快这件事便被实验室的同事知道了 同事找到老白 告诉她一旦混种人的消息泄露 等待她的可就是老底座穿了 老白此时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倒也干脆 将混种人掐入水中 想把她活活淹死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混种人短暂时间后 竟适应了水下生活 原来当初的动物基因里 其中就有鱼的基因 老白健壮也值得罢手 又过了几天 混种人长成了妙龄少女一样 实验室已经不好躲藏了 老白只得将她转移到一处仓库 这也是混种人第一次接触外面的世界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静止地跑进了森林 等到小美他们找到她时 发现她竟然在啃食野兔 小美忍不住对她破口大骂 而混种人竟也情绪化地躲进了水里 像极了叛逆期的女生 没办法老白他们不能长期待在这里 于是便安装了摄像头 以此监督混种人的一举一动 而不堪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开始学着打扮起了自己 仓库里有只猫咪 她也只是抱了起来 贴在了怀里 展现出了少有的温柔 等到了晚上 混种人在桌上拼出单词 我想要出去 小美直接就被拒绝了 这可把她气得不轻 直接掀了桌子 撞破了天窗逃走了 老白二人急忙爬上房顶劝说 谁知混种人一个激动 差点掉下了房顶 危急时刻她展开了双翅 这可把老白他们惊呆了 为了惩罚混种人 小美把小猫给收走了 在收拾物品时 小美无意中发现 混种人竟然画了很多老白的笑想 对此混种人则是露出了少女般的娇羞 这是一只抑郁寡欢的混种人 为了安慰她 老白放弃了音乐 打算教她跳舞 可是跳着跳着 老白便发现了不对劲 怎么混种人还有几分像小美 她急忙回去质问小美 眼见瞒不住了 小美只好坦白 原来当初加入人类的基因 就是小美自己的 老白一听十分无语 但目以成舟她也没什么办法 之后的几天 混种人还是不太大理小美 为了哄她开心 小美将猫咪还给了她 可没想到的是 混种人竟然一针扎死了猫咪 这可把小美气得 直接抬手就是一巴掌 却不曾想下一秒 却被她扑倒在地 好在混种人也没伤害小美 只是取走了大门的钥匙 就在混种人贪婪地 瞬息着外面的空气室 小美直接一个铁锹把她打晕 随后将她绑了起来 剪开衣服打上麻药 直接切出尾巴上的尖刺 随后带到实验室开始化验 而并不知晓一切的老白 在见到被绑起来的混种人后 急忙地给她松绑了 却不料被她扑倒打起了扑壳 等到小美再次回来时 便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她从来没有想过 25度的气温 老白会给她戴52度的绿帽子 但是为了顺利完成研究 小美选择了原谅她 可就在二人再次返回仓库时 混种人却没了呼吸 没办法二人只好将她买了 可同事却在这时 带着老板赶过来 老板威胁他们交出混种人 可是人已经死了 要他们怎么交 小美拼了命地解释 老板却根本都不行 就在这时狂风四起 等到风渐渐停下来时 老板却领了河饭 他们发现混种人竟站在了屋顶 并且看样子又再次进化 变成了雄性模样 只见一道黑影掠过 同事也顺利下线了 老白二人追到树林深处 却不小心被混种人拖进了水里 这可把小美吓得不轻 拼了命地逃跑后 还是被混种人给扑倒了 就在打起扑克的时候 小美这时发现 他尾巴上的尖刺镜又重新长了出来 他被吓得一动不动 好在老白及时赶到 抄起木棍对着混种人就是被刺 而混种人也在临死之际 一挣扎死了老白 几周之后 投资人找到了小美 他们开出天价报酬 要用一亿美金 换小美肚子里的孩子 电影《人工进化》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知道小美肚子里的孩子 究竟是谁的吗 喜欢的宝子们点赞关注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